主席,我們是不是邀請部長 好,請部長 委員好 馬部長好,辛苦了 我想還是先請教一下馬部長 禮拜一的時候我曾經質詢過交通部 就是關於國道4號在三層這部分 有一個對我們部裡面的文宣 我不曉得這一份後來你們處理得怎麼樣 我想這個高工局就會安排到現場去做說明 如果委員可以幫忙的話 我們一起來跟當地的鄉親來做說明 當然最後這個決策權 基本上以目前來講我們要尊重台中市政府 我這邊還是希望交通部趕快跟市政府這邊 去研議 然後針對這裡面不實的部分 能夠盡快來澄清來說明 謝謝委員提醒 也不要讓這樣子的這個文宣 在外面 讓人家造成對政府的一個負面的形象 謝謝委員提醒 這些重大的公共工程建設 其實對人民來講應該是希望有利的 但是最後卻反而政府做了 然後還得到還造成反效果 那我們就覺得這是得不償失 那另外我再請教一下部長 因為我們今天談的是交通運輸的一個問題 鐵路高架的話剛剛也有委員提到 現在台中市這邊正全力在進行當中 我本席比較關心的是說 這個進度 因為從本來103現在已經到104了 那到底是要多久才會完成 確切的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 確切的deadline 哪一天要完成 這個案子主要的延宕應該是他土地取得這一塊 是不是市長可以說 那現在土地取得應該也沒問題了吧 9月1號那個土地徵收的那個市價徵收也都 都出來了 對 跟委員報告有關那個台中的高架 應該是按照相關的進度 應該再繼續辦理中 繼續辦理中 你要給我們一個時間吧 你總不能一直辦理 辦理到110年嗎 這個原本你們自己的規劃 是103年完工通車喔 但是因為都市計畫變更 可能要有一些拆遷 所以你延後到104的12月 那現在10412月還會再變嗎 應該是不會的 因為行政院已經核定了 這個期程就是104年12月31號 所以我們鐵工局大家要朝這個方向 有沒有機會提早 這個恐怕要看他的工程進度來看 好 那至少我們有一個要求 你這個Data不要再變了 不要再變了 你不可能一直拖一直拖吧 104其實已經往後拖了一年多了 原本你們規劃是更早的 那這個部分 交通部我們也希望 這部分不要再變了 是是是 因為 都在進行當中 我也不認為會有什麼多大的變數 除非是 除非是你們真的 不是很用心想要趕快再 這相關的計劃都持續在進行中 是 我們會來 督導這個鐵工局按計劃來執行 對啊 這個時間不能再拖了啦 再拖下去這個真的是拖太久了 而且這些工程的進度也都會影響到周邊 周邊的不管是都市規劃 或者是包括商家這些等等的 甚至是影響到民眾的權益 那 都市高 這個鐵路高架 除了說這個工程的部分以外 其實這裡面也涉及到 好幾個新建的車站 那本席在這邊 我曾經在7月份的時候也邀請我們鐵卡局 到豐原來 我們也跟地方上開過一座談會 因為大家認為說 既然你鐵路要高架了 這個其實對都市來講有一個縫合的作用 因為原本沒有高架的時候 一個都市有可能是被切成兩邊的 但是高架以後的縫合 縫合之後其實大家期待的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新的建設 能不能為地方帶來一些繁榮 所以在這邊我也要具體建議 要求我們交通部 你在做你的站體的規劃的時候 整個車站的規劃 包括內部空間的這些等等的時候 是不是也請觀光局這邊 還有地方政府這邊 能夠一起去會商好不好 那不要只是蓋了一個硬體 然後沒有任何的意向 也沒有辦法代表地方 那我覺得真的很可惜 那地方上其實很期待說 讓新的大的公共建設進來之後 也能夠帶動地方的繁榮跟發展 所以這部分 是不是不然我們也請觀光局 這邊也幫忙 因為每一個車站 應該除了有它建築的特色之外 是不是地方的文化元素這些等等 還有海業等等 我可以來檢視一下 我可以檢視一下它的那個車站的設計 對這部分 因為如果沒有做這樣子的整合 其實又要重新來過 等你蓋好了之後 那地方上都覺得說 這沒有辦法代表地方的一個特色 那我真的覺得 那這個中央跟地方之間的整合的問題 真的就很糟糕耶 是不是交通部這邊 我來檢視一下 那另外啊 這也是民眾反應的問題 我們現在啊 這個悠遊卡 在鐵路的這一部分 使用的狀況是怎麼樣 這是不是請那個辦局長來說明 我跟江委員報告 那個托卡通這一部分 我們是因為限於經費啦 那我們是準備 今年底到明年初 在這個南部 躲六到屏東先實施 中部的部分呢 因為它的通行量 沒有像北部南部那麼高 那我們是把它 通行量多高才能夠設 大概基本上喔 像北部地區 進入到新竹的話 大概現在一天大概有十八萬人 那南部的部分的話 大概也有差不多 將近十萬 那中部呢 中部的部分還不到 中部的話大概一天八萬 八萬多可能 八萬不多嗎 因為它的公路系統比較發達 那公路系統如果都可以有悠遊卡了 那鐵路系統八萬人 一天八萬人不算多 我們當然因為 我們也是 有些經費是自酬 有些是由這個部裡面來補助啦 我們大概可能要到一百零三年喔 才能做這一部分 因為今年七月底的時候啊 這是一個學子喔 他在我臉書上所投訴的啦 也算陳情啦 他這個當天啊 他趕火車嘛 他在豐原車站的自動收票機要買票 五步裡面有三步壞掉 眼看的啊 火車就快要來了 每個人臉上都是交集的表情 所以那時候想 如果有悠遊卡不是很好嗎 而且這個部分呢 目前也已經在新竹跟台北 這個區間在使用了嘛 所以對他們來講 這個對他們來講也不公平啦 同樣是在使用台鐵 那消費者的權益 那為什麼 為什麼要有差別待遇呢 這個 並不是說你通勤量多寡的一個問題啦 他們都是台鐵的使用者 跟消費者 如果台鐵這個觀念不改的話 那我們很難看出你外來的競爭力啊 我們有類似規劃 你必須要把每一個乘客都當成是 同樣的消費者 而不論他是在台北 還是台中還是高雄 所以這個部分 當我行文給你們 你們回答給我 8月9號回文說 哎呦 這個要等到102 103年 然後甚至全國部分要到104年 當然第一個 我們得到回應是說 你們有要做啦 但是時間上 可能要到104103啦 可是當我把這個答案PO上去的時候 罵聲士奇啊 奇怪啊 怎麼建置一個優惠卡系統要那麼久咧 而且這是一個辯明的措施 真的啊 有時候你想想看 你拿一個優惠卡 去通關 跟你在車上買票 站前買票 排隊 就算是機器售票好了啦 這可以 也可以避免之前像廖正經 那個自動作票機我們有泰換計劃喔 應該是今年 有一批要泰換掉 是 可是都已經發生了嘛 是 就是因為已經有開 所以我在這邊我只想要提醒你們 提早完成 我們盡量來努力 盡量來努力 好不好 部長這個 這個費用不會很高吧 這個大概好幾億啦 這換這些系統會 我們也是在很困難的狀況之下 盡量來籌經費來辦理這個事情 因為 因為這樣子的這個抱怨聲啊 其實這一種做的就是人家最有感受的嘛 對 你馬上做完之後 其實大家很方便就有感受啦 那有些事情 對大家辯明的事情 人家有感受的事情 我是建議你們真的要先做啦 我們來努力啦 好不好 部長我再請教部長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這個 梨山賓館 10月10號要重新開張嗎 那這個不曉得部長知不知道 是知道 那可是現在 開張了之後啊 一個大問題啊 交通問題 現在到梨山的幾條路啊 往部長也很清楚啦 中橫是一條 繞到宜蘭的台旗甲是一條 另外一條是從這個 埔里上去的 從南投上去的 可是中橫現在的問題 不曉得 是不可能讓遊客通的 然後宜蘭那一條 我自己也走過 我前些日才去走 我看也是很糟糕 那這種情況底下 梨山 某種程度上 其實 很容易就變成孤島 那梨山賓館在這裡開幕啊 那象徵它是一個 很重要的觀光地標啊 那怎麼辦 現在交通部 打算怎麼樣 克服這個交通的問題 裡面有什麼看法 還有咧 這個還涉及到 那個 武林農場 馬上 過年又快到了 中秋之後 過年又快到了 武林農場的問題 塞車的問題 局長 服務局長來說明 跟教委員報告 事實上武林農場這部分 我們現在一直在跟這個 武林農場這邊 還有這個 公車業者 相關的地方政府 都在做協調啦 我們希望說大家 能夠盡量用公共運輸的方式 能夠來進到這個園區 採議約的方式 來進到這個園區 這樣的話才能夠 有一個好的品質 我們也不希望 你們都協調好了嗎 協調有成果 對 大家有共識的 有共識 那台積甲的那個 台積甲的透寬哪一部分呢 跟委員報告 台積甲的透寬事實上是 沒有可能性 因為那個 牽涉到敏感地質 還有生態保育的部分 那個環瓶是不會通過的 那個也不可能 不做環瓶去做透寬 所以那個部分是 沒有可能去做透寬的 對 沒有可能做 現在可以這個嗎 會確保它的現在的路況的安全 但是要再去透寬 雙向道沒問題吧 雙向道有一些地方 可能要做避車空間 那基本上 是可以安全通過 這個部分的改善 可不可以在年底以前完成 相關的改善我們已經做了一些 比如說 增加一些側邊的側溝 這些東西 這些我們要求你 一定要在年底以前完成 一定一定 否則你離山 離山變化開幕也沒有意義 接下來呢 這個 這個武林農場呢 的賞鷹期間 照樣塞 對 我們這個正在 就是說我們上禮拜 還在局面面 檢討過 那也跟其他的地方政府 跟相關單位都在 繼續協調上 這個是不是請部長這邊 特別要求好不好 我想跟委員簡單報告 我們大概有幾個 特別的大景點 阿里山等等 我們大概 到它的尖峰季 我們都會有一個 專案性的交通疏導 配合地方政府一起來做 謝謝部長